基本的面向 那我看一下声音怎么放出来 如果没有声音的话 我也可以自己配旁白 好那这是我们两周年的回顾 那我第一个工作的项目是开放政府 目前每个部会都有一些开放政府的联络人 那这些是专门针对这些在网路上的朋友们 直接来进行对话 那我们有一个电子参与平台Join 台湾2300万人 大概有500万人在这个平台上 那所以任何对政府的任何服务 像报序软体等等 只要在上面提出来 那我们就会直接请各部会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去跟这些人交流 那包含我们到恒春到澎湖到各个不同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就是政府的努力 而且政府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把大家的力量带进来 那像这个在台南市 也已经有这样一个开放政府 很多人每个局处都有的这样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我们现在也传授到纽约市政府 然后我们前两天才在Toronto 也是训练他们的市政府 跟州政府做台湾的这样一套系统 那另外就是社会创新 重点是在行政部门 跟公民社会的互信跟协力 意思是说我们如果坦白说 我们做不到什么的话 那我们就让民间来做 那如果民间做的 他做的过程里面 发现说他对政府的一些法规命令挡住了 我们现在是以两周围周期去review 然后去把所有打到这些朋友们的这些问题 去及时的去解决 所以像这位牧师 他是一个非盈利的协会 他想要有一个控股公司 他想要一个公司能够来服务于这个 那在这边叫social enterprise 就是社会企业 那台湾的社会企业相关的法令 我们在今年就是公司法把它通过了 那所以我们赖院长也是非常非常支持 我们这样一个社会创新的想法 就是说因为政府一年才能变一次方向 但是有任何新的问题 民间就可以快速的来解决 那所以很多朋友想要了解 社会企业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办 这样子的亚太社会企业高峰会 那今年在台中明年会在高雄 一起来发展更好的社会企业 那我同时也是青年事务的政委 那我们在这届政府是第一次有院籍的青年咨询委员会 所以我们35位青年咨询委员提了非常非常多的案子 那角色就是把多元的这个声音带到这里面 那一方面当然是协助 但二方面也是监督 就是确保说政府在做好 比方永续发展目标 这些比较新兴的东西上面的时候 年轻人的声音也能够进入 那当然年轻人不是只监督而已 我们也有很多intern 那这些intern他是提建所有的政府的service 然后试着去改善他在各个地方的这个经验 所以我们这两年来的工作呢 有非常非常多 都是不止解决台湾的问题 我们也在联合国 在日内瓦 在范迪纲 在各个地方 去分享我们这两年来 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工作 那这个工作也相当的受到国际上面的肯定 表示说就像刚才处长讲的 就是台湾不只是在人权跟自由上面 我们事实上是在帮助别人实践人权跟自由上面 我们有非常多可以贡献的地方 所以以上是大概这两年我工作的一个非常非常快速的一个介绍 那所以我们就回到大家的问题 然后那我就是再次提醒就是说大家新问的问题会跑在右下角 所以都可以发痕就是随时追问都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看到别人的问题你也想要问就按赞就可以了 那如果比较不方便用手机随时举手 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带麦克风过来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面 我想我就尽可能的回答就是全部的问题 那如果就是两个小时过去了 就是问题都还没有回答完 那就先说抱歉 那如果两个小时不到问题就全部回答完 也没有人要举手 我们就提早结束 不过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过 所以大概也不会发生 OK 那有有一个朋友想知道说要怎么样利用数位科技的力量 来监督政府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Join这个平台 它是台湾目前就是所有的各级政府的直接线上参与的一个平台 台湾有2300万人 那目前大概有500万人在使用这个系统 所以大概是四分之一左右的可以上网的人口 那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已经相当多人在使用 那当然一方面就是说在许多的城市 他们是用这个来做所谓的参与式的预算 意思就是说他们会把预算的一部分留下来 让市民自己去决定说 这个预算应该要花在哪里 那这样的话在地的这个想法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市政里面 那我们台湾呢 当然有一个很特别的宪政上面的一个发明嘛 对不对 就是所谓的监察院的这个系统 那监察院的系统在以前都是被看作 好像说行政革新的一个刹车吧 这样子应该没有得罪任何人 对那但是呢就是在我们行政要做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 常常就会觉得说审计部的朋友啊 或者是他们在做监察的这些朋友嘛 可能看到一个新的做法的时候呢 可能因为不知道怎么审计 或者不知道怎么样去 在会计上面去hold accountable 就是让他能够去克责 所以呢就告诉行政部门说 你不能用新的方法来做事情 以前常常是这样的 那但是呢在这两年来监察院呢 花了很多时间来使用我们的开放政府平台 那我们是很羡慕他们 因为我们在行政院 问大家对我们的施政有什么建议的时候 大概有二三十个人来 我们就已经觉得很高兴了 但是呢审计部问大家说 有什么疑虑的时候 动不动就七百人啊四百人 所以这可见说提出疑虑是比较容易的啊 提出建议要花时间看完文件嘛 提出疑虑就问就可以了 对所以我们是很羡慕审计部 因为他们随便问什么地方政府的 这个很小的事情啊 就是托育政策啊什么的 这个动不动就上百则回应 那就上千则的投票的数量 那但是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好比像台北市政府 他们之前呢有一个叫做庇护工厂的一个制度 就是说为了要让身体障碍 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就业 他们会专门用纳税员的钱去补助这些朋友们 去做一些工作 social work 那但是呢你补助多少 当然就是有多少个职缺嘛 那现在台北市政府想说 哎我要用一个新的方法 我是有一栋大楼就叫设计大楼 我用一块钱的房租 我租给一些social enterprise 让他们生长者自己去组成公司 自己去hire员工 将本求利就可以 hire更多的身心障碍者 那但是这个就很困难 因为从审计部的角度来看 你本来的做法 你花多少钱就hire多少人 但现在的做法是有点像是你是投资者 所以你会有多少人每一年都不一样 那这样子的话到底要怎么审计呢 是很困难嘛 那以前他们都会打住这些事情 但是现在因为有开放政府 所以他们就直接上来问说 请问大家的疑虑是什么 就上百个疑虑 然后上百个疑虑收集完之后 他们就收集成九个主要的这个疑虑 然后呢就来问负责社会企业的政务委员 也就是我了 那然后呢我就必须要回答这九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帮他们建立一套新的审计原则 然后他们再回来告诉这上百万名 就说你看我们有帮你问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他有authorize这样一个新的审计原则 所以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审计 所以本来他们的角色是两面不讨好 对不对 从人民的角度来看 他们好像挡住progress 从行政的角度来看 好像让我们做额外的paperwork 但是现在因为开放政府的关系 他们就两面讨好 从人民的角度来看 他帮忙整理疑虑嘛 那从行政的角度来看 他促进行政的革新 所以我想监察院的参与是非常significant 非常重要的一个参与 那我们在行政院呢 我们做的事情其实是 监察院确定他可以这个有审计方法之后 我们所有的部会的 所有的中长城的实证计划 全部都公布在这个叫做来监督的一个画面 所以你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到 所有部会的相对的预算的配比 然后你也看到对所有部会重要的计划 目前1380个计划 全部都在这样子一个平台上 所以除了极小数跟就是国安机密这些有关系的之外 所有的部会的所有的计划都在这个上面来公布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任何人他只要就是对任何一件事情care 你在这上面用关键字 大概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计划 而且呢你不用在一个一个打电话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去看到说 每一个地方 好不像这是一个九年的计划 金门大桥建设计划 他在每一年的办理情形 第九年九年 然后呢他是月报 所以这表示说是行政院管制 他每个月都会把他最新的累积的预算达成率啊 进度啊 他开了哪些标案啊 做了哪些研究案啊 所有所有的这些 全部都公布在这个网页上 那在以前这个是只有管考处才能够看到的资料 那目前管考处看到什么 我们就放什么上去 所以等于全民都可以管考 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这样子呢 当然对公务人员一开始大家是很有疑虑的 觉得说本来只有监察院跟国发会在管考我 现在两千三百万人都在管考我 好像这个我的工作负担因此加重了 但是呢其实呢 我们试行一年之后就发现说 其实他的工作负担是减轻了 因为像金门大桥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就是说他的累积预算达成率 其实是往下调的 那其实大家不用学会计 就知道累计不应该往下调嘛 累计应该每个月只会往上 不会往下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位朋友 他就在这边留言 那虽然他的拼字不是很规范嘛 就是说 对 他说这个图丝不丝有错文化文化 对 那但是我想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那所以我们这个承办科的这个朋友们呢 就非常这个详细的 用大家看得懂的白话文就回复了 就是很简单嘛 就是我们厂商施工进度严重落后 我们屡次纠正也无效 我们只好跟他解约 他把钱还给我们 我们另外找了一个厂商 那所以呢才会有这个往下调 又往上涨的这样子一个情形 可是这样子一来 这位承办其实做了这件事之后 他小接非常多通电话 以前呢他是要一通一通电话接 一封一封email回 每一个打电话来的名义代表 每一个打电话来的记者 都不知道前面已经有39个人 已经问过一样的问题 所以他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重复的把这句话念给大家 而且他有时候不小心这个可能念错了 或者是前后两个有矛盾或怎么样 还会产生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不好的反应 那现在呢 因为他是公开回复的 所以任何人去找金门大桥建设落后 大概就会找到这个网页 所以第一个你就不会去问他了 因为这个理由写得很清楚了 那第二个任何人想要追问的时候 他可以拿这个当做依据来追问 那这样子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 公务员专业的那一面 而不是好像因为他时间被切割得很零碎 所以必须要好像只能有一点点时间 来回复你的那一面 所以这是让公务员的工作品质 能够变得比较好 那所以我们所有的事情 大概都在这个来监督上面 非常具体的去跟大家分享 那所以我想这是就是回答这边的问题 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市政府的层级 或在中央政府的层级 你透过参与室的预算 或者是参与室的这样子的 就是中长城计划的监督 任何你想得到的问题 你就往上面丢 那我们的这些开放政府联络人 以及我们各部会的朋友 就可以就事论事的 跟各位有这样一个对话 那这个对话对所有之后的公共讨论 大概都是很有帮助的 这样子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那如果大家觉得OK的话 那我们就再往下 有一个朋友有个追问 觉得thank you for showing the website it looks very interesting the accountability of the data so the data here is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what we call the GPM net the government project management network so it is not some extra data that everybody has to produce it is actually exactly the same data that they put through the auditability procedure 所以事实上他们不需要 另外再key一份开放资料 这个是直接用机器对机器的方式 从我们国发会 就是以前的研考会的 那一个管考处的资料 直接对接到这样子一个平台上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两年的 一个新的我们叫procurement 就是采购的时候的 这样一个新的原则 叫做政府数位服务原则 简单的来讲 就是说你如果本来的厂商 有一些人可以看的东西 那现在呢我们在采购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你同时要做成机器也可以看 那这边其实大家可能知道 所谓accessibility 就是说如果你是盲人朋友的话 那你要可以用点字的阅读器啊等等 用语音合成啊 要能够看这个网页 所以我们现在是说机器或者AI 它也是另外一种盲人朋友 那所以你如果只能给人类看 而不能给机器看的话 是一种discrimination 是一种歧视 那虽然是有一点 有一点就是扯的一个比喻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采购法里面 真的是做了这样子一个调整 跟资讯服务契约范本里面 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买一套 就是资讯系统 或维护一套资讯系统 然后那个厂商说 这个给人看很容易 就是放一些图片什么的 但是给机器看很困难 我要收你很多很多钱 那现在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disqualify 因为这个是放在所谓的专业评估项目里面 你可以说你不专业 所以我要去找别的厂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像管考处的这种系统 它就好像插座一样 有很多插座就可以开得起来 那我们就只要把正确的插头接上去 我们就可以接到这个公开的平台上面 所以把每一个不同的部门的 每一个资讯系统 都放这种像插座一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新的 这样子一种机器跟机器对接的一种方法 有两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请问数位的外交啊 是不是有它的限制 是不是有它的缺点 其实目前透过数位方式来进行外交 最大的限制就是我们不能一起吃好吃的食物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限制 也就是说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办公室好了 我在台北 这是我的办公室 对 这是我们的 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个叫建国花市 它是在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旁边 一个比较中心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地方建国花市走到底就是建国玉市 是卖一些就是古万啊这些 那在玉市的旁边有一个旧的空军总部 就是空总 那旧的空军总部 现在空军已经没有再使用了 所以呢它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创新的一个基地 那这个创新的基地呢 我们的这个办公室是在空总 它比较靠就是建国花市的另外一侧 中校东路的那一侧 那那一侧呢我们现在就做了这样子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还蛮大的 大概有上百家social enterprise 就是社会企业一起做了这样一个空间 到现在大概开幕刚好满一年 我回去之后有一个一年的庆生的一个会 那这个地方呢当初是简直是就是一片废墟 因为你也知道就是空军嘛 它就是结构不要倒就好了 但是里面大概不会有什么装潢啦 那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改造呢 因为有上百家社会企业带进来 所以每一个带一个不同的contribution 好比像说我们这个足球场 它就是我们喜汉尔基金会 高雄的一个基金会 它是跟有唐世证down syndrome的朋友们 去合作 那我们就发现说这些down syndrome的这些朋友 我们中文翻成喜汉尔的这个朋友 他们的geometric thinking是非常厉害的 他们非常擅长用几何的方式来思考 虽然就是他们可能抽象的数学啊什么比较弱一些 但是几何的方面比我们都强 所以他们在看这些世界的时候 画出来的这些visual assets 它是非常的compelling 就是非常的让人看了会有一种 进入一个艺术世界这样子一个感觉 所以其实本来这是艺术治疗的课程 但是因为他们画出来的东西实在太棒了 所以这个社会企业就把它变成像台北在办世大运等等的时候的一些文化的一些创作 那各国的朋友们都非常欣赏 所以我们就是让这些朋友们进来去改造这样子一个空间 那在这个co-creation meeting里面呢 大家要的就是三个很主要的事情 一个是说这个空间每天要开到半夜11点 所以从早上7点到半夜11点放假都不休息 那任何时候大家这个只要跟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促进永续的环境经济或者社会有任何关系的 都可以免费来使用这个场地办活动 而且可以搬到半夜11点 这是大家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是说一定要有他自己的厨房跟咖啡厅 而且要有一个专属的厨师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专属的厨师 那他的工作他本身也是其实是写程式的 但是他同时也是擅长叫做分子料理的一位厨师 所以他可以透过非常科学的方法 把这些社会企业做出来的一些农产品 去把它的这个特色发挥出来 然后透过直播去说故事给大家听 这样大家才知道说 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这些有机的农法 友善的工作所有这些 因为就是在一个很好吃的 很舒服的这样一个氛围里面 大家去做一个食物跟感情上的一个分享 那第三个他们要的就是说 他们希望主管社会企业的政务委员 也就是我了 每个礼拜三都要在这里 所以我每个礼拜三只要我没有出国 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我都在这里 然后是我的office hour 意思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说话 那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说 跟我讲的每句话都要公开在网路上 当然可以编辑一个十天 但是最后都要公开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 不管你的身份 不管你是怎么样子的工作者 社会工作者我们也有 呃街友的朋友 就是rough sleepers等等 他都可以直接来跟我说他的生活经验 以及他觉得政府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每个礼拜每个礼拜 都可以去进行这样子一个空间的改造 所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说 像数位外交 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很准确的 传达这种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分享很棒的一个食物 大家一起号到半夜十一点 然后这样子的一种一种共同体验 这个是数位外交目前没办法取代的 但是呢数位外交有个好处 就是说当我们有了一次这样子的体验之后 我们到下一次可能就是一年之后的嘛 那但是这个中间大家可以把这些体验 变成一些social object 就是说不是只是拍个照片 然后大家看着回忆而已 而是说我们可以透过 好比像说virtual reality 这样子一些技术 大家带上VR之后 又可以回到那个空间 然后甚至对那些空间去做一些模拟 做一些改变 那好比像说像我们有MIT Media Lab的朋友 他们是在波士顿 那他们有来过一次空中这个空间 他们很喜欢这个空间 那所以后来呢 他们回去Boston之后呢 他们就把这个空间在他们那边 去做了一个modeling 做了一个建模 建模之后呢 他们就觉得说 哎他们有一个新的发明 就是这些三轮车 这些三轮车 他们就在那个模拟的环境里面 就可以直接在Boston 就在这个地方先开 那他们开了一阵子之后 就真的把这些三轮车 又带回了台北空中里面 那这些三轮车是做什么的呢 他们就是self driving vehicle 就是自己可以开 你不需要遥控它 它自己可以做事情 那但是呢 它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就是他们带来台湾 想要问大家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也是一种数位外交 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场景 我们把我们的城市 我们把它数位化 把它digitize 这样子的话 任何人在别的地方 都可以recreate 都可以重新建立一份 我们叫digital twin 就是台北市的 这个区域的数位的联身 那它这样子做出来的时候 就好像玩游戏一样 它就可以在里面 试着加一些新的东西 像这些三轮车 所以当他们带过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发想 想说我们如果在城市里面 有很多这种自驾的三轮车 我们到底要拿它来做什么 那也有朋友们说 好 那它就可以跟着我到建国花市 因为大家在建国花市的一个困难 就是说你会买越来越多东西 那东西就越来越重 即使你带个推车啊什么的 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 所以常常你逛不到浴室 你就得就是下班回家了 因为就是花盆就很重嘛 那但是呢 这些呢 你就可以一面买花啊什么 就一面往上面丢 那它就像是一个同伴动物一样 一步一驱地跟着你 那然后呢 你买到最后 你也不用扛中午嘛 你就坐上去 他就把你送回家之类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用法 那也有朋友们说 那如果你是观光客 你对台北不熟悉的话 那你就是可以就是在上面 那你告诉他说我要去哪里 那他沿路用英文用发文用其他语言 跟你介绍台北的历史等等 所以他可以像一个导游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功能 那这些的特色就是在于说这种数位外交 它是奠基在叫做Open Innovation 就是说这些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们 或者我们这些做建模的朋友 我们都不主张我们的著作权 意思就是说他来这边 如果台北的朋友们觉得那个红灯表示这个车子现在不太能判断状况 就是不是很容易传达这个讯息 你可以很容易把它改成什么一张这个狗狗的脸啊猫的脸啊 或者有人把它改成一圈好像这个彩虹的颜色啊等等 就是你可以用各种新的方法去试着在台湾这样子一个跟Boston不一样的地方 去改变这些新的物种传达它的情绪的方法 那这样子的话到最后它就是所谓我们叫personal computing嘛 就是说它是feel personal是个人化的 不是说一种比较殖民式的好像外面写好了 我们非得用不可这样一种做法 而是在地的朋友们可以自己去掌控这些科技 那这个我们叫appropriate technology就是恰当的科技 那所以我们的数位外交就是奠基在这种恰当的科技的一种基础上 所以我们还是得先跑去人家家或邀请人家家过来 我们还是得分享同样的食物等等 但是那个之后因为我们都记得这个地方有共同的感情 所以我们把它的这个数位的double放到我们的电脑里面 我们回到我们各自的国家之后 我们还是可以recreate experience 我们还可以回到一个共同的虚拟的房间 一起来做像这样子的一种创造 所以这是数位外交目前的一个很concrete的一个做法 所以也不能说是缺点 只能说它是complementary 你一开始还是得面对面 就是建立一些我们叫report 就是感受上面的一个互相支援的一个概念 有三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如何解决网军的这样子一种现象 其实网军这两个字在2013年以前在台湾其实并不普遍 然后呢如果有用这个字的大概也都是讲cyber security 就是说在资讯安全方面去做一些破坏的朋友 但从2014年底的那一场选举之后 网军的意思忽然就改变了 网军的意思就变成我们叫做带风向的一些朋友 带风向就是说它制造一些可能没有根据的一些谣言 那但是又用了很多的账号在上面去进行留言 那这样子的话试着改变大家对某件事情的感受 那这个就是网军在2014年之后有个新的意义 所以我猜这位朋友要问的是后面这个新的意义 而不是真的说这个资通电军哪 哪个部分的状况 那网军的这个现象确实就是我们说astroturfing或者怎么样 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大概都是有的 那我们现在呢因为其实我在来加拿大之前 才刚跟美国一起办了一个 Global Corporation的一个training framework 就是大家一起共同训练各自的人员去培育他们 去怎么样处理网军这样子一个现象的一个简报 所以我想说接下来我可能花个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快速的把我在GCTF的这个简报跟大家报告一下 那也是请大家知道就是如果有任何我讲的不够清楚的地方 那我想就是破题就是说我想misinformation就是有争议的这个讯息 它可能是有益的 那它可能是虚假的 那它可能也造成社会的危害 那就是所谓的恶假害嘛 那这三个只要满足任何一个 它都可以叫做misinformation 就是争议的讯息 有争议的讯息 那这个是全球的现象 其实当年这个刚有email的时候 我们也常常收到这个耐吉利亚的那个王子还是公主 想要给你很多钱啊什么的 对那那个其实也是一种misinformation 那我们也收到很多连锁信嘛 说你一定要转给另外五个人 不然会怎么样这种 那就是可能就是比较小小孩才会中计的 这样子一种东西 那但是就是任何争议讯息 其实从有这个文字以来啦 大概就没有停过 只是说现在我们在social media上面 我们特别容易因为手机的荧幕比较小 所以说我们是很快速的看到形成一个印象 我们就把它转出去了 我们在以前是比较大的荧幕 就是personal computer或者报纸的那个大小 我们至少还有平衡报道的一个空间 但现在手机上面 你已经没有办法做平衡报道 因为荧幕太小了 所以这个时候任何能够动员人 这个不舒服的义愤天鹰的情绪 或者别的情绪的东西 你根本没有看完大概就会有一种冲动 好像想要分享出去 所以就是所谓的未看先转嘛 这个是一个转有名词 那所以任何能够让人未看先转的东西 它就会我们在网络上说go viral 就是就好像变成一个流行性病毒一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第一个这个是全球共通的现象 这并不是只有台湾才有 那但是呢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这些东西一流传 它摧毁的是什么 摧毁的是人跟人中间最基本的一个互信 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东西 我们会觉得说 它说的应该是真的 那但是呢 如果我是未看先转 等于是我把我的credibility 压在一个其实我没有看过的东西上 那我的朋友看了 如果后来发现这个是假的是错误的 那这样他对我的信任就会稍微丧失一点 那当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直让社会的互信慢慢慢慢降低 那这个其实不只是对于政府 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不同文化的朋友们 大概也都有让互信彼此降低的这样一个作用 同样的这也是全球的一个现象 那但是呢 台湾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印太地区啊 我们旁边的所有的其他的jurisdiction 它的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结社自由 大概都在缩减 或者是至少保持不变 但是呢 只有台湾在Civicus Monitor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权的一个网站上面 只有台湾我们是在扩张的 意思是说 人民的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 结社自由 每年都越来越多 而不是越来越少 那这个在我们这个region 只有台湾是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对于台湾的这样子的一种争议讯息的一些攻击 他们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让台湾走向这个比较钳制言论自由 分化这个社会的户型 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就是回到以前那种言论管制的那种老路上面去 因为这样子的话 这个逻辑就跟他们的逻辑比较相似了 对 这样应该也没有得罪任何人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言论自由 因为我们才刚刚有 我还记得戒严的时候 比我年轻了就不记得了 但是我现在37岁 我还记得戒严的时候 所以我们才刚刚有言论自由 所以我们现在不会拿别的东西去换言论自由 当然也许100年以后 也许台湾人就觉得 言论自由就是一个工具价值 他可以拿去换别的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在台湾 这个是核心价值 所以人家供给的就是这个核心价值 那我们要处理的时候 我们要捍卫的就是这个核心价值 所以我们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当misinformation出来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个commitment 就是说如果还比像说 到早上七点早报的这个时候 有一个正在传的一个争议的讯息 关于政府揣测一些施政啊等等 那他有一些不完全之处 那政府呢到了中午的时候 就是四个小时以内 我们一定就有一个 及时的澄清出来回复 那这些澄清会送到所有的 相关的媒体朋友们上面 所以意思就是说 大家就不需要觉得 好像你随时非回复不可 或者非怎么样不可 那会养成一个新的习惯 就是你早上看到了之后 你到中午等到一个澄清稿 那大众媒体再去做一个平衡报道 那如果是中午开始流传的谣言 到晚上政府一定会有一个 及时的澄清 所以这个其实才是最治本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学到说 一件事情要好几面 那政府提供其中一块拼图 但是呢我们也不会言 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澄清 我们澄清的力道不够的话 那他就有一个见缝插针的一个机会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有机会变成disinformation 那disinformation我们用的这个字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同时是故意的 他又是虚假的 他又是要造成危害 所以刚才misinformation是三个有一个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三个都中的话 就是故意虚假危害 三个都中的话 那个就叫disinformation 那这个就是建立在一个 我们没有及时澄清的一个空间上面 大家就可以等于见缝插针这样 那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disinformation 我们看到大概都是在 一个叫做line的软体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软体 这个软体在台湾是非常流行的 那在国外可能是whatsapp或者是telegram等等 那现在这些软体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就它是叫做end-to-end encrypted 意思是说就连这家公司 也看不到你在上面送的这个讯息 所以我们即使国安单位去跟line公司 去调资料 说我们到底有哪些谣言 现在正在line群组里面传播 那line公司都会跟我们说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大家用最常用的贴图是哪些而已 不过那个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呢line公司都说他不知道了 那到底要怎么办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在处理disinformation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希望说他不要escalate 他不要传了那么久之后呢 他试到一个真的能够让人非常非常愤怒 或非常非常真的去做一些恐吓公众啊等等 触犯刑法的事情 我们不希望他escalate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呢我们具体的一个处理方法 如果你有在用line的话 我们就是跟公民社会的朋友们彼此合作 就是ok好那对那这个上面呢 他做的事情呢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把它加成一个line的一个朋友的话 他是一个机器人 那这个机器人呢你加成朋友之后呢 你只要看到任何看起来像是谣言的东西 你就可以直接去转给这个机器人 所以你也不用去开google啊 你也不用去学别的app 你就在line里面就可以了 你就把它转积到这个机器人身上 然后呢这个机器人的名字就叫真的假的 所以所以大家 大家会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你看到一个谣言的时候呢 你先不要传 你先停下来问一下真的假的 其实这个就已经很够了 就是如果大家都能够停下来问一下真的假的的话 大家就自然不会被那个 我们叫做快思的那个系统去攫取 我们会进入慢响的那个系统 就是slower thinking的系统 那这个机器人有个好处 就是说当这些做disinformation的这些 所谓的网军们还在line群组里面测试 他们的这些disinformation 它还没有真的变成非常的viral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掀起的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当年垃圾邮件诈骗邮件 就是这样解决的 我们就是让所有收email的朋友都有一个机会 当你收到一个奈吉利亚的什么公主要给你100万的时候 你就可以按说这是垃圾邮件 或者是诈骗邮件 它就会通知到一个公开的系统叫spamhouse 那这个系统它会自动的去把最 就是热烈的一些垃圾邮件跟诈骗找出来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家就知道就是垃圾或诈骗邮件 之后新的email就不会再碰到大家 所以大家现在不会觉得垃圾邮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在2000年左右已经做过这一套系统来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快速就可以看到 我们目前在LINE这个系统里面 正在流传的谣言有哪些 好 那就是 其实就是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回应的这个列表 每一个都会说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大部分是假的 但是有一些是真的 那然后呢 虽然现在在选举了 所以还是有相当多选举的哈 那但是其实还是有非常多是就是治疗癌症的偏方啊 或者是什么跟什么一起吃会怎么样啊 或者是 之类之类的 这个你看还是蛮多的嘛 所以即使是现在是选举的季节 我们都知道大家还是很关心彼此家人的身体哈 对 好 对 我想这个就不要不要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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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就是有呃呃呃精神污染的这个困难 这个对 对那但是呢 但是呢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真的假的 bot他就会这个直接 如果你转给他他就会马上告诉你 这是假的然后呢他的查证的 过程等等在哪里那这个有什么 好处呢这个好处就是说 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说 这些当他正在暗网 就是我们看不到的 就是网络上面转传的时候呢 每一个我们现在都有 一个网址 那有这个网址的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先在 social media先在facebook 或者是pttv或者甚至line 上来讨论这个 正在别的群组里面 转传的一个谣言 所以这有点像是打预防针 所谓的疫苗就是你的病毒的 力量还没有那么强的时候 你先让他进入身体里身体就习惯了 习惯之后呢更强的病毒 再进来你就已经不怕了 因为你已经看过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要造成这样一种新的文化 就是说大家在这种 disinformation还在传到一半 还没有真的vocal viral的时候 就先把它放到阳光底下 去摊开来 那这样大家都可以进行具体的讨论 那这个时候就是 TFCC进来的时候了 他们能够碰到的事情呢 就是所有这些已经公开的这些资料 他们会放非常非常多的这些 查核的这些报告 那这些报告呢 就是 就是每一个大概都是在台湾这个 就是viral到一个程度的东西 就是网传台中市社会局表示 身份证以后不会再男女了 只剩下LGB跟T4的选项 那这个大概真的是错误的 那但是重点倒不是说 重点倒不是说这是错误的 而是说他可以去证明这是错误的 那他怎么证明呢 就是他可以先给一个背景 他在哪些地方转传 他怎么查证 他打电话给哪些人 所有这些东西 他都是用一个新闻调查报导的一个态度 在里面都是一些比较德高望重的 一些新闻工作者 也没有党派的 他会independently去verify这些东西 而且他告诉整个社会 他怎么verify这些东西 所以虽然这个就是TFCC才成立三个月 但是因为他后面像这个媒体观测基金会等等 都是已经很久的NPO 所以他们马上就加入了全世界的fact checking的这个网络 IFCN 那加入这个网络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则讯息 他在IFCN的任何一个会员里面 他被证明是假的的话 那很多的跨国公司 好比像说Facebook 好比像说Google 就会说好那这个既然已经证明是假的 那他的触及率 就是他会看到的人 就会大幅的降低 按照Facebook自己的数字 应该是降到五分之一以下 所以当一个东西 他已经被证明 已经澄清是不实的 是用一种公开透明的方法证明之后 他在Facebook上面接触到的人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少 那Facebook Google也好 这些都是在跟这样子的一个fact tracking network 在合作 那我只想要特别强调就是说 这个是完全中立独立的 并没有拿政府一毛钱 我们自己政府所做的事情就是及时去提供 让这些朋友们更容易做事情的一些讯行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开放政府的这个工作 但是我们并不会去做所谓的事实查核的工作 那个是由中立的独立的第三方来做的 所以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做的就是刚才讲的 大概四个小时之内 任何时候我们都会去做及时新闻的一个澄清 外交部最近的新闻也有一些 对 那所以所有这些大概都是及时 这边有讯息出来 我们马上澄清 那真的假的也好 TW FCC也好 就可以比较两边的说法 然后及时给大家好像一个预防针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的这样子一种 就是从开放政府 然后到第三方的查核机制的这种协力的一种态度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所谓的媒体素养的一个教育 那这个教育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台美共同训练关系里面 要特别把它叫media literacy的缘故 因为我们现在明年会有一个新的12年国民教育的一个课程纲要 叫做新课纲 那明年会从小学一年级 国中一年级 跟高中一年级开始教 那这个教的方法就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大家可能记得台湾是老师有标准答案的 即使你不同意老师的标准答案 你还是要照着那个写 不然的话没有分数的 对 这是所谓的这个东亚式的所谓的应试教育啊 或者技能导向教育 那我们现在新的课纲是所谓的素养导向教育 意思就是说老师只不过是跟你一起学习的人 那大家都会被鼓励跟老师一起去找资料等等 那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解决这个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当这种假讯息啊 这个一波一波淹过来的时候 你可能有这个效波块嘛 可能有防波堤嘛 抽水系统嘛等等 但可能最重要的是就是你教所有人会游泳 就是你在各种各样不同的讯息来的时候 怎么样带着一种critical thinking 批判式的思考 去不要亲信任何一方 那在以前就是所谓权威式的教育底下 其实所谓的假讯息就是piggyback 它搭在这些东西上面 让你觉得说啊这是标准答案 你一定要去分享等等 但是如果大家都能够学到说没有标准答案 每个人都只有一部分的事实 但这是像拼图一样把这些事实拼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假讯息它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 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partnership for the goals 就是每一个人他可能从环境的角度 从社会的角度 从经济的角度 都有一些相关的事情 我们加在一起 达到一个共同的理解 那如果我们的国民教育 跟中生教育 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教的话 其实一开始假讯息 就没有办法传递 因为大家等于都有一些 心灵上面的一种抗体 所以这个是比较久远的一个工作 刚刚讲的小破块啊 这些还是要先做 但是这个东西 它才真的能够让大家都会 善于游泳 在所谓的information overload 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自己知道自己的所谓的attention 就是我们的注意力要往它一摆 怎么样不要轻易的被左右 大概是这样子回答 这样子的问题 还OK吗 好 那我们就继续 有这个两位朋友 没想要知道说 我的理念很令人佩服 对于在现实世界实行 是不是觉得挚爱难行 如果希望以扁平的方式实行 人仍皆可以参与政治的方法 那么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以及觉得台湾最小改变的现状是什么 这可能是三个问题 不过我想这三个问题是有逻辑关系的 我们就一一来回答 第一个是说 我想大家可能知道网际网路 internet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已经有一段历史了 它大概已经有三四十年以上的历史 也就是说internet这件事情 一开始就是所有的国家的电信网路 自愿的把电信网路接在一起 这个就是inter的意思 如果在以前都是 好比像说这个atnt啊 bill啊等等啊 在台湾可能电信局啊 等等这些网路 每一个网路都是自己往自己通讯嘛 那你如果要跨网路的话 那是要打国际电话 或者是非常昂贵啦 事实上有时候还接不到 那网际网路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都愿意互相交换资料 而且在交换的过程里面呢 不特别的再去收额外的这个费用 所以现在每个人 你只要付最基本的费用 你就可以用online 打电话给世界上的任何人 大家都觉得很平常 但是那个在当年 是非常非常就是大的一个转变 就是internet这个互联互联网 或者我们说网际网路 这个网际的部分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的native tribe 我自己是1995年 就是博中一年级的时候 当时接触到这个WireWeb 就是全球资讯网 那浏览器啊这些东西 那在那边我就发现说 现在真的有一群新的人 在创作一种新的 共同创作的一种方法 那这些方法呢 其实所有的教授们 都把放在期刊以前的 它叫preprint 就是同差审阅以前的东西 都丢到网路上面 所以我只要写个email 他们就开始跟我一起合作 一起去做工作 那在这个过程 他们也不知道我才14岁 对不对 所以他们觉得 我是另外一个研究者 所以我马上就开始 进行学术工作 那所以呢 以前这个我的长辈都跟我说 我要先读到最好的大学啊 可能要出国留学啊 要先进某位教授的研究室啊 他要接受我当研究生啊 我才能跟他一起做工作 但我在1995年的时候就发现说 完全没有这种事情 我只要email他 他马上就跟我开始一起工作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概念上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当时就去跟我的国中的校长 去说 你看我可以啊 就是去读十年以前的知识 教科书上的 或者我可以去创造 十年以后 写的教科书一个知识 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后来我的这个校长呢 就被说服了 所以呢 他就让我就是直接在家 就是后来我就去创业了啦 那但是呢 他就愿意帮我等于瞒着教育去 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实验教育这种事情 所以我一向对于官僚体制都是非常乐观的 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的经验都说我只要有很好的理由 他们都很愿意为了我 就是的需求来调整他们的规则 所以第一个我不觉得这还难行 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 就是很擅长去跟官僚体制做negotiation 那第二个是说 我觉得就是网机网路这样子一种精神 就是大家都不要特别去主张说 我只控制我的资讯 我把资讯分享出来这个精神 已经三四十年了 这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政治系统 那我十四岁接触到这个 我二十四岁才能投票权嘛 对不对 所以代言民主对我是新的东西 但是这种其实我们叫做anarchistic 就是谁也不能命令谁的 这样子一种系统对我是native的东西 所以对我来讲在网机网路上 这样子的东西已经运作非常久了 到今天网机网路协会 Internet Society 它还是用相同的方式 任何人只要觉得自己是stakeholder 你任何人只要一封email 就可以参与网机网路规则的制定 他们并不像任何州政府或国家政府 做report 那联合国的IT 想要把我们这个并进去已经很久了 那我们都从来没有答应过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每年就是跟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合办一次年会 但是我们还是不是un系统的一部分 所以可以说internet它本身是有主权的 是有sovereign 那虽然没有海军也没有陆军 但是目前每一个国家都不得不跟internet互相接壤 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是一个radically transparent 就是整个过程都是非常非常透明的这样一种治理 但这个才是internet正当性的来源 所以我做这样子的政治已经做二十几年了 那我非常熟悉这一套 所以我现在就是把这一套包含在维基百科啊 或者在Linux社群啊 这一套想办法带到现实世界来 project到现实世界来 所以我想人人参与政治并不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目前台湾已经证明说 我们把好像刚刚讲公开管考 或者是公开提倡议等等 这些都就是很棒啊 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民主深化的一个很好的事情 但是呢我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我们在共同创作的时候 现在大家的想象力还是不是很丰富 意思是说大家会反应的 还是一些比较就是民生相关的一些事情 那所以我花一点点时间介绍 我们去年五月的一个就是电子连署案 我们在中文平台上面有个功能 叫做提点子 就是电子连署 任何人提一个点子 你找到五千人用简讯加email帮你连署 我们的部长就必须要来就是具体的回应你 那如果是跨部会的那政委就是我了 就必须要出来这个具体的来 让各部会能够回应你 那去年五月的时候 有一位叫卓志远的朋友们 他提了一个点子 叫做报时软体能用到报价 严格来讲这不能算是一个点子 这就是负能量而已 那他的内文更是充满了负能量 我就不就是不秀给大家了 那然后呢在底下的那些就是连署留言的朋友们呢 大概八成以上都是满满的负能量 就是财政部长下台啊 或者是什么官贸网络官商勾结 什么有的没有的 就是非常非常这个负能量的一些讯息 PH值可能低过零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其实一般来讲政府是没有办法有效的回应的 因为确实在去年五月的时候 报税软体在Mac跟Linux上面真的很不好用 那他用的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基础 叫Java Applet 所以如果你用Mac试着报税的话 你就会看到说正在安装元件请稍候 然后呢他本来会有个弹出视窗的 因为那个功能没了就不弹出来 所以你就会一直等在那边 我们黄国川委员据说等了四个小时 对但是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对那报税我想心情本来就不会好 那在这样子当然心情就更不好了 所以在当时是一片的这个骂声 那但是呢好在在当时我们才刚这个推行一套制度 叫做开放政府联络人制度 这是一个行政员正式的核定的一个要点 那我们以前每个部会都有所谓的国会联络人 就是跟立法委员们沟通 我们有新闻联络人就是跟主流媒体沟通 那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只能解释问题啊 在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他是可以解决问题 那怎么做呢 这是我们当时的 现在财政部的PO已经是另外一位 但当时的PO是杨金亨专委 那杨专委呢他非常的熟练 所以呢他在大家这样洗版的时候 不到36小时 他就公开发了一个邀请函 说所有留言批评我们的朋友 两个礼拜之后 欢迎大家到财政咨询中心 大家一起面对面开会 一起呢来做一个共同创作 让隔一年就是今年的报酬软体变得更好 所以他就是发了一个邀请函 任何人你的入场券就是你有骂过政府 你只要骂了政府 你就自动获得了这场入场券 好那但他这样PO了这个之后呢 风向马上就到转 就八成的朋友们都提出非常有建设性的意见 然后呢只剩不到两成还弱弱的在说财政部长 下台已经没有人理他们了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发现大家意见真的可以进来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这位提案人 就右下角这位桌子员 那他本身就是一个所谓的体验设计师 他就是设计大家平常用手机啊 或者用公车站牌啊等等的这种体验 所以呢他就会最愤怒 因为所谓的谁在乎谁痛苦嘛 对不对 就是说他这个他的体验随着这个苹果每年这个水涨船高嘛 所以十年前很不错的东西在他眼里真的是不能忍受 所以他因为不能忍受才会提这个提案 那他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是实际坐下来谈 那如果不能到台北的朋友们可以透过YouTube看直播 然后透过slido把大家意见去进行处理 所以呢我们就是用了一个服务设计 叫做service design的一个方式 去把报税前报税中间跟报税后面都把它使用者到底行动是什么 需求是什么 期待是什么 情绪是什么 它对应到哪些解决方法 所有人的留言我们都把它用便利贴贴起来 所以即使有500个人洗版讲同一件事情 它只不过是一张便利贴 因为我们看的是多元性 我们不是看所谓代表性 没有代表性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那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 是我每次都跟开放政府联络人讲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激发大家的想象力 我们就不能够和谐掉大家的留言 因为大家在公务体系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你看到比较刺眼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自动代换成意思一样 但是不那么刺眼的东西 可是从网络上的朋友们来讲 这个就是有点在背叛他们当时所花的这个心力 所以说如果有朋友留言说自曝多 我们就是要贴自曝多 我们不能去改它 如果有人留言说华丽到让人迷惘 我们就是要贴华丽到让人迷惘 我们不能去改它的留言 对 那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尊重 就是政府要信任人民 那人民才有可能信任政府 甚至它甚至是challenge 我们的系统设计的前提 像去年报税的时候 报税到一个程度 会出现一个国税局的娃娃跳出来 说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可能想让你心情好一点之类的 对 那就有一位朋友尖锐地指出 他想到要报税心情就不好 请不要浪费他的时间让他心情变好 所谓痛快嘛 痛的东西就快一点 他只要能缩短时间就可以了 不要浪费时间让大家心情好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所以就连这种out of scope的东西 我们都必须把它贴在这个便利贴上 这样才是尊重大家 那所以经过了就是五次的 协同的这种工作方 那我们就发现说 五区国税局的公务员 关贸网络的朋友们 PO专业的引导师 cival servant跟右下角最在乎的这些 骂得最凶的朋友们 我们所谓会炒的朋友 这个不是有汤吃啊 是进厨房一起做汤吃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大家就看到说 你隔着网路骂的那些财政部的官员 或者是关贸网路的厂商或怎么样 当大家面对面真的在分享食物 然后一起来做创作的时候 其实你骂不下去 因为他们都是很努力 然后他们只是欠缺一些最基本的 可能服务设计 或使用者体验设计的这些专业 那这些就是民间的朋友们 可以进来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很喜欢 这个加拿大一个诗人 也是一个音乐家 叫Lena Cohen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话 他叫做 There's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那我把它翻译起来 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只要没有面子问题 我们坦诚说我们真的不懂 那民间的这些力量 骂得最凶的朋友就可以进来 所以去年的暴行问题长这样 那今年的就长这样 那这个去年骂声一片 那今年的满意的有96% 那剩下4%的朋友们也了解到 他们的批评指教 我们会纳入明年的 共同创作的这个过程里面 所以这个呢 每一个就好像一砖一瓦 你有稍微参与到盖一座庙 甚至只是一张便利贴是你的 你也觉得那是你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就会很愿意 帮财政部说 这个我了解 那明年这个他们会改善等等 他们的那个感觉啊 就完全跟以前 就是只是隔着萤萌嘛 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所以我这边想要回答 这位朋友就是说 我还会希望 大家能够想象力更丰富一点 就是不要只是指出 我们的暴雪软体 或者是健保 或者是健保卡的使用方法 或者是我们的就是地方建设 哪里缺乏等等 这些都很棒 但是这些我们都已经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了 我希望大家透过联署平台 提出更有挑战性的一些题目来 那让我们真正能够让公务员去看到说 我们真的非一路民间的力量不可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可以再更ambitious一点 那这个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大家并不是很习惯说 政府会把吵得最凶的朋友们要进来 所以这个疑虑啊还是蛮多的 就是要进来真的可以吗 不会被插水表吗之类的 那所以我觉得还要经过一段时间 大家才可以真的相信说 我们要进来真的不是要插大家水表 插水表那条法令我们已经废除了 就是说现在都是机器智慧电表水表 所以anyway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我们毕竟经过威权的时代 大家愿意放下这个戒心 一起跟政府创作 这个真的还是要一段时间来培养 所以大家提的还是一些 比较民生相关的问题 可能觉得这比较不会冒犯到所谓的长官啊 那但是这个其实真的是 是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有位朋友问说 最近外交部有处理过什么 这个及时的这个澄清啊 我们马上就开一个啊 对不对 最新的一则就是外交部的 对 对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正在传的事情 我们的每一个部会 现在都有一个commitment 就是说我们在四个小时之内 我们就一定会公开的 在行政院这个平台 他也送给所有的媒体 所以以前的媒体 他还可以说 我没有查证 那是因为你没有给我们东西可以查证 但是现在用我们guarantee 四个小时就是会送给所有媒体 所以他们就没有这个借口可以用 就是说他们一定得说 那我们就是平衡两边的报道等等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事情 它就可以起到一个不只是 小波怪的一个作用 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抽水机的作用 就是说即使它已经正在传了 但是呢 我们所有相关的媒体可以及时的 即使版面上不能平衡 至少时间上是可以去把它平衡起来 所以只要到我们行政院的官网 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些情况 OK 有位朋友问说这个我是不是已经遇到过了 或者是我即将要遇到这个Alex Pinney OK 我们的这个GC的CIO 我在这几天我是一直都有跟就是Canada Digital Service的朋友们 有进行讨论 我们这几天的工作都是在Forward 50 就是一个所谓的 我就直接开好了的这样一个conference里面进行交流 所以就是我们有跟这个就是它所在的这个机关的朋友们 有就是具体的交流 那至于就是我们谈到多细或者是之类的 那这个因为目前我们还在set这个agenda 我们大部分要做的工作其实是为了我们明年五月再来的时候做准备 所以我们大概目前是以互相认识以及互相信任为主 所以大概都在吃饭 就是都在培养一些共同的食物的这个记忆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加拿大政府现在非常注重 我们也注重的一个价值 它叫做inclusion 那inclusion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开放政府的时候 我们不能辣掉任何一个人 所以就是说不是只是说我们很透明的给大家看到我们的资料 不是说大家都有机会留言或者参与 也不只是说所有环考的东西都让大家看到政府说到做到 而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各种不同认知状态的朋友 各种不同语言的朋友 各种不同族群的朋友们也都要能够加入 而不是只有少数的很懂资料或很懂城市设计的人才能够加入 那这个inclusion的部分也是加拿大政府最在意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最近的讨论大概都在我们怎么样把inclusion加上去 因为如果没有inclusion那这个trust它是有点跛脚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社会一部分人越来越trust 但你把越来越多人拉掉 那这样子对社会其实长远来看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把trust放在最中间 那我们这个是核心价值不能用任何别的东西换 那但是当然在有trust的前提底下 我们可以说更多的事情让社会来带着做社会创新 我们让公务院做一个流程更轻松 推广社会服务价值 勇于创新不怕失败 失败都是可以算在我头上 就是我帮忙吸收风险了 那然后share credit给大家 那这个部分其实加拿大政府也非常的感兴趣 所以这几天是有非常正面的一些交流 但是实际事务上面跟特定的人的特定交流 我们会到明年大概五月双方都set好一些agenda之后 再来就是具体的进行讨论 有两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身为对软体有兴趣的人 如果想要学习软体设计相关从何处开始 才会比较有效率有重点 我有两个建议 一个是你旁边的朋友在学什么 你就学什么 因为这个跟学自然语言是一样的 你如果旁边的人都讲法文 那你当然就是学法文 因为这样子才有人每天能够练习 那每一个城市语言其实都差不多 你学会一个 学会下一个就很容易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不管入手是哪一个 你未来学别的都很简单 那既然这样的话 当然是从旁边的人熟悉的开始 那第二个是说 我会建议你挑题目的时候 挑一个解决你的生活上的问题的题目 让你在某个部分可以更容易 或者生活品质更好 我有个朋友 他叫做Linda Lucas 他是一个芬兰人 他在全世界办这个叫Rails Girls的工作方 就是让女生可以学习城市设计 那在他的工作方里面呢 他有一次分享一个故事 他来台湾的时候说 他有一次教那个Arduino Arduino就是开放的一个硬体 很便宜 你可以做很多硬体上的操作 那有一个年轻的妈妈 那他就是问说 你生活上碰到什么问题 先不要想能不能靠城市解决 先讲你现在生活上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那这个年轻妈妈说 他的小孩有很严重的分离焦虑 分离焦虑的意思就是说 他离开家 就算只是去旁边杂货店买个东西 别人抱那个小孩 那个小孩就一直哭 他就是一定要看到妈妈才行 这是他目前生活上最大的一个问题 可是他不能去超级市场 随时都带着小孩 他就是造成他的一些困扰 但他小孩好像也有一定的年纪了 他是看得懂阿拉伯数字的 那所以呢他们在一起就一起设计出一个 非常非常简单的 你即使完全不会写城市 两个礼拜一定写得出来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字显示板 像如果你搭过电梯 他可能显示三个数字的这样子一种LED的这个板子 那这个妈妈呢 他有穿运动手环 就是类似Fibit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有一个击步器 就是他可以知道他往哪个方向走几步 好 那所以呢 他的这个显示板给他小孩看得非常简单 就是妈妈离家里还有几步 就这样 所以你如果只是为了这个目的学城市 你学到可以写这个 大概两个礼拜就可以写了会 你别的都不要学 就学这一个的话 那所以 但这真的解决一个问题 因为他就说 妈要去杂货店了 然后呢 小孩就知道杂货店在可能700步之外 然后呢 那个小孩就会 因为他已经懂阿拉伯数字了 就倒数 600步 500步 400步 300步 他知道到了零的时候 门就会打开 就会回来 然后这就解决他的分离焦虑 所以这真的是 让他生活品质大幅的提高 对 所以重点可能并不是说 你要这个 有效率或者有重点去学一个语言 而且说 你要看到哪一个生活问题 他可以有效率 有重点的把它解决掉 那这个很可能是 你没有想过的 Digital的东西是可以帮助你的 那这个时候 只要你旁边有一些朋友 他们会写程式 他们懂开放式的硬体 那你一提出这个生活生活问题 他就说 你用这个方法就解决了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觉得 学写程式是一件非常容易 而且非常有道理的事情 那你如果是像 背单字那样子的 全部都背了 可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使用方法的话 那个是非常无聊的 就跟你 如果学习外语 但是却没有人跟你聊天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那样子大概很难去学的会 有两位朋友们想问我说 最近一年 政府有没有制造假新闻 假新闻这三个字 我是绝对不用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假新闻它可以指 missinformation 也可以指disinformation 它可以指不是新闻的东西 它假造成新闻的样子 也可以指新闻工作者的工作 但是他的工作 到最后证明是假的 那甚至我跟台北市长 柯文哲有一次在 就是讨论开会 那都有直播的时候 他说他觉得这些都不算假新闻 而是记者辛辛苦苦 写了一篇稿子 然后编辑下了一个意思 完全不是那样的标题 标题杀人 他觉得那个叫做假新闻 别的都不叫假新闻 那所以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假新闻这三个字 已经丧失了操作型的定义 意思就是说 每个人看到这三个字 脑底想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进行讨论的 所以从今年10月10号 就是在总统的国庆谈话开始 我们都一律使用 就算是你恶意虚假危害 我们都把它叫假讯息 或者假消息 我们是不会用假新闻三个字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不希望大家看到这三个字 会有不同的联想 然后呢 变成没有办法对焦的 去进行讨论 那让我自己有私人的原因 因为我的父母亲 都是新闻工作者 所以呢 我不希望说 大家看到新闻两个字 就想到假这个字 因为这样 新闻工作者在我们社会里 还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还是提供大家 就是公开讨论的一些话题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新闻 就想到假 看到假就想到新闻 那新闻工作者 就不得不改个名字 去把他们的工作 去叫别的名字 像叫报道者之类的 我不是在帮特定的媒体 打管理 但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不希望让新闻工作者 社会地位降低 而且假新闻三个字 真的已经没有操作性定义了 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从10月10号开始 我们是正式的 就是我们不会用这三个字 我们即使是恶意虚假危害 我们就是叫假讯息 或者是叫做假消息 政府当然不会恶意虚假危害 这不可能的事情 对 那有个朋友说 好 那假设这个政府 不是恶意的 但是呢 就是有一些 这个可能mistake honest mistake 那这样怎么办 同样我们是 有对自己有相同的要求 就是说 我们如果不小心 统计数字上 或怎么样 有一些物质的一些情况 绝对不是恶意的 那我们也会在四个小时之内 在同样的行政员的澄清专情 澄清我们自己的讯息 那这个我想就是一个accountability 就是当责的这样一个表现 就是我们并没有面子问题 我们如果不小心 有什么数字 或怎么样用错了 那我们就在同样的地方 去纠正自己之前的 这样子一个honest mistake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是故意的 去虚假造成危害 这当然是不可能这样子做 有两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数位科技像是双面刃 像如何运用于教育 如何引导小孩接触 这非常非常好一个问题 其实数位科技 它为什么叫做digital 它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东西 它可以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来 其实我常常开一个玩笑 说数位正位 不是只是一位嘛 对不对 就是数十位 数百位 数千位正位 所以不止一位正位嘛 叫做数位正位 就是pluralistic minister 对 那这个当然不只是文字游戏而已 而是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工作的完整的记录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马上就是看到 从我入阁以来 我已经跟3235个人 开过会或者讲过话 已经有707次会议 或者是meeting或访问 我们一共讲了15万 4130句话 对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的整个工作都是radically transparent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非常非常容易的 知道我每天在看到谁 讲什么话 开了什么会 做了什么事情 等等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是只是什么会议才师啊 什么之类的 完全不是这样 而是里面的每一个公务员 他的专业 他的投入 他做了哪些事情 每一句话都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上面 那所以这件事情的重点 就是说我们运用数位的方法 就是让整个context 就是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政策 它的那个why 就是为什么 我们讨论了什么 看到什么社会问题 才会做这个政策 这一部分公开给大家 而不是像以前 只有做完决定之后 才把那个决定告诉大家 所以同样的道理 就是当你在教小孩数位科技的时候 我会推荐大家 就是让小孩知道说 每一个部分都是可以改的 每一个部分都是可以改的 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教小孩程式设计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用MIT发明的 一个叫做Scrunch 那其实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 就是说你就算是小小孩 他完全会打字 他也可以用好像脱积木 脱乐高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很容易的就开始 先去看别人做的某一个创作 然后去改里面的某个部分 然后甚至去做一些音乐啊 互动啊等等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他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说别人的作品不是只是他的 而是说你只要有Due Credit 你只要说当年是他做的 那是我改的 只要有Due Credit 你就可以去改他 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数位上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并不是人家安排好的 你只能接受 人家写好的 你就只能用 而是说你任何时候用的 任何时候不高兴了 你就可以去改 那这件事情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就像为什么我们要把政策制定的过程公开 就是任何时候你觉得数位政委的任何决定 任何一句话 你觉得有意见 你可以改 你就可以直接告诉我说 你觉得我怎么样做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一切都可以改的 这个精神 我想是最重要的 要教小孩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好像 Television Channel 这样你只能去改 你要看哪个频道 但是频道上面的这个讯息 你是完全不能够去修改的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就可以学到说 每一个人 他不是只是所谓consumer 在网络上没有consumer这件事情 每一个人同时也都是producer 你有任何讯息 你可以拿人家已经做好的 改一点点 加上一些你的色彩 你的创作 然后你又飞向出去 给全世界看到 那不管是他再大一点 可能有危机百科 可能有各种各样开放 街图 open street map 可以一起做地图 等等的这些社群 但即使是在scratch 这个学龄前的这个level 你都可以教他说 这些东西是已经放在 大家都可以用的地方 我们叫做commons 这个里面 公有地里面 那这些都是可以去做改造的 那这个我想是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只要小孩觉得 科技不是别人做了给我的 是我也可以做给大家的 那这样子他的那个态度 就会是digital的态度 而不是像以前那种subscribing consumer这样子一种态度 那有另外的朋友们问这个addiction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就是用数位产品为外来做准备 而不太着迷而影响日常生活 这个非常重要 我自己的做法其实就是都是用stylus 就是我会我从最早的有有比的可能是pompilot 然后到zorus 然后到当然后来这个galaxy note 然后到现在ipad跟apple pencil 我大概都不会直接觉得一个ICT产品 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就是我很少滑手机 我几乎不滑手机 那我做的事情都是through a level of indirection 可能透过键盘 透过滑鼠 或透过一支笔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会让我有一种 好像我非得去碰它不可的这样一种感觉 现在的touch screen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你就是很习惯 就是一阵子就要有一阵子的这个刺激的时候 大家就会有一种引头 好像20分钟你不按什么赞 就浑身不对劲 40分钟不在哪里留个言 就觉得怪怪的 就是会有这样子一种这个上瘾的一种现象 那在脑里是所谓的dopamine cycle 那其实我在演讲的时候 或者是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我真的注意到这个现象 就是说如果我一门课超过30分钟 那其实学生就已经没有在注意我在讲什么 大家都已经开始找个什么东西去按赞 因为那个引头就上来了 所以后来我才发明这样一种教学的方法 就一开始就叫大家扫QR code 然后等于把大家的手机征收过来 那征收过来之后呢 大家手机就变成我的课堂的教具的一部分 那这个时候大家还是可以有个按赞的引头嘛 但至少你是按别人的问题赞嘛 他是对这个有贡献嘛 你还是有个留言的引头 那个引头是跑在这个上面的嘛 等于是说大家可以把大家的注意力又凝聚回大家身上 而不是每个人好像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然后就到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第一个如果他已经着迷了 你不能把他手机抢过来 因为那个阶段症状很可怕的 而是说你要引导他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一些对大家都有帮助的共享的一些地方 slido就是一个很好的运用方法 如果是在课堂里面 当然在加拿大有很多别的什么socrative之类 我最近几天大家推荐了很多东西给我 那无论如何就是让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的人 可以用各自的手机 但是还是加强对彼此的认识 那这个时候这个addiction就会转成一个比较 我们叫做relational 就是说你透过这个来认识实际的人 而不是transactional 好像你把实际的人划约成一行一行的文字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你就可以教小孩说 那网络只不过是你认识你未来会实体接触的人的一个桥梁 它只是一个过渡期 那如果你已经在实体的空间 你还忍不住要画手机的话 那你至少把它用在一个跟这个现实世界有联系的地方 可能大家有用过一个app叫做Pokemon Go 就是精灵宝可梦 那精灵宝可梦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因为它逼着你这个跟现实社会还是有一点点关系 虽然可能走一走会撞到东西 但是就说至少至少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就是阿公阿嬷跟孙子孙女 一起出去抓宝可梦 那在台湾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 然后你已经不知道是哪边在带着哪一边 因为双方都有contribution 就是说长辈他可以分享这个地方以前是什么 他有什么记忆等等这些 那晚辈呢也可以分享说在Pokemon Go的世界里面 这个他有什么强大的功能啊什么之类的 好就是说各自有各自的世界了 但是他透过我们叫augmented reality 就是扩增实境的方法 他让不同的辈分的朋友们能够到一个对双方都是新的的世界里面 然后他们加深彼此的了解 那当然中生代如果有空的话 也是很有贡献 我们看到很多中生代他就是开个车 然后一直保持在时速29公里 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路抓 还是一路补充啊什么之类的 对那这个就变成一个全家都可以做的休闲活动 那这个时候他就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成瘾的话 那这个恭喜你 但是即使你成瘾了也有一些这种比较 familial就是大家都可以全家都可以参与的一些活动 可以可以来做 那慢慢慢慢又可以回到日常生活 就不会影响日常生活 所以当然像我是已经完全没有成瘾问题 所以我在用Facebook的时候 随便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怎么用Facebook 我会装一个叫做Newsfeed Eradicator 它在桌面上面是放在浏览器 各大浏览器都有 在mobile上面也有叫Feedless 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说当我装了这个之后 我的Facebook的那面墙就消失了 然后换成一个励志的名言 像这个是阿德勒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他会换成某句励志的话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Facebook他不能够像电视台一样 推给我一些我没有预期要看到的东西 我还是在用Facebook 我还是用他来通讯 我还是想到什么关键字可以检索 我还是可以去参加活动 我还是可以去加入社团 我还是可以分享讯息 但是我不会看到任何 我没有想象到我要看的东西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他就不会触发脑里的那个多巴胺循环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不会成疑 就是说你是constant element of surprise 这个才会成疑 就是好像就是吸烟或喝酒这样子的一些 脑里是同一个回路了 那你如果把那个constant surprise的那个部分把它关掉了 那这个东西就跟任何一般的网站没有什么两样 就是你不是打网址或搜寻引擎 就是打在那个search Facebook 而已 但是他就是跟另外一个浏览器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那完全就不会有成疑的问题 所以如果就是家里有人Facebook成疑的话 也许也可以推荐这样子一个 比较像是我也不知道健康绿嘴这样子的东西 至少让他的毒性可以稍微降低一点点 甚至也是一些精神卫生的尝试跟大家分享 有两位朋友们询问说如何帮助银法族 以及科技弱势的国民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的四位长辈都还健在 我的外公已经超过100岁了 那最年轻的我的阿嬷也是86、87之类的 所以我每个月还是会淡水去看他们 那其实对于银法族来讲 大家都还是很希望有contribution 就是对社会有所贡献 大家最大的挑战当然一个是mobility 就是说行动不一定那么方便了 那第二个是language 就是说现在大家流行的这些新的名词啊 新的这些东西 可能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能够适应 好比方说他们看到中二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anyway那就是国中二年级的意思 对对对对 意思就是说就是比较对对对 中二就是比较白目了 就是比较没有社会化的一个情况 这样也没有得罪过中学生 对对anyway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说我们要有language跟mobility 这两个方面的协助 你这两个方面如果都能够协助好长辈的话 其实长辈有非常非常多可以贡献的地方 那当然mobility上面其实我们在长期招呼上面 台湾有非常非常多做辅具的这个专家 那现在已经有到exoskeleton的这个程度 就是所谓的外骨骼嘛 外骨骼就是说你好像你现在腰可能已经不舒服 不太能搬重的东西就穿一个这个T字型的这个外骨骼 他一侦测到你要搬东西就帮你发力 你就可以搬东西了 那或者是说这个可能推脚比较不方便的话 他侦测到你的腿要移动 然后他就开始帮你走路之类的 那当然电动轮椅也已经爬梯机 这些都已经非常的popular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你用这些辅助性的科技 多让长辈们去接触到我们晚辈们生活的空间 像空总的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然后我们整个过程里面包含这个洗手间啊 或者是轮椅步道啊 或者这些东西 我们都事前调查的清清楚楚 然后有一些开放的accessible的一些标示 那这样大家就可以在出门之前就知道说 长辈们能够用的这个attention span可能只有三小时 但是你三小时可以很充分的利用 所以里面就有一小时你可以有quality的去跟他相处 那这个是非常就是实际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我们在所谓的长招2.0里面 我们就是特别关注在社区里面 长辈们贡献的部分 好比像说一起不知道做一些共餐嘛 一起料理食物啊 一起去进行一些他们生活记忆的解说啊 口述历史啊 我们当时整个家族帮我阿嬷做 他从这个鹿港温开书院 然后一直到这个驾到眷存里面等等的 这个整个生活的口述历史呢 我们也是整个家族一起帮他把口述历史做出来 那这些活动我觉得都对长辈们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他对这个社会或这个家族的贡献 并不逊于他年轻的时候 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empowered people 那第二个是所谓的科技的弱势啊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讲法 因为我们以前在阿波的时候 我们受的训练就是说 如果使用者觉得我们的东西不好用 都是设计师 就是是我们的错 绝对不是使用者的错 所以那我在苹果六年已经花了很多时间 接受这一套Design Thinking的这个洗脑 所以我现在都是觉得说 如果好比像说我们一些比较资深的公务员 觉得用键盘发公文 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是我们的错 我们应该弄就是他用这种电子笔 就可以签公文的这样一种系统 或者是说如果长辈朋友们觉得说 他要这个出门啊 相当的麻烦不方便等等 那我们的这个accessibility的这个路啊 然后还有就是甚至透过virtual reality 让他不用出门 也可以观光啊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应该要开发的 而不是好像所谓的科技的弱势 所以我们每一次去进行这个公开讨论的时候 我们都是实际去就是每一个地方 那这是很多像原住民族部落的朋友 他是透过这个远端的讯息来进行教学 或者是我会实际去这些地方 像这应该是花莲吧 那我会去每一个这样子的地方 去听在地的朋友 不管是合作社或者NPO或什么 他们觉得我们有哪些法规命令 挡到他们了 或者中央政府利益良善的政策 但是到那边施行的时候就歪掉了 就挚爱难行等等 总之就是说我们是 bring the power to the people closest to the pain 就是说大家最最觉得 好像所谓科技弱势的这些朋友 反而最应该运用科技 让他们的声音能够传达出来 所以我实际去这些地方 每双周二去这些地方的时候 所有的12个部位 刚刚讲的社会创新的这些部位的朋友们 就在空中在我的办公室 然后呢他们就是在一个很relax的气氛 在喜汉尔这个画的这个painting 旁边然后又有主厨嘛 大家都有好吃的好喝的 一个比较放松的 但是12个部位都在这里 然后透过荧幕看到我看到的世界 所以我不管去哪里 他们就是隔着荧幕去看到 然后呢这些close to the pain的这些朋友 他可以提出任何问题 那在以前他是透过公文 公文大家都知道 你每转一手讯息就少一点 所以呢你就可能是 他传到当地的局处 局处传到部会 部会说这个是内政部的事情 内政部说我们要回卫福部啊 什么之类的 那过了这个五个月之后 他本来那个提出的问题 已经没有人记得那是什么问题了 那对那这个是就是官僚系统都是这样的 也不是只有在台湾这样 那也不是任何人是坏人 只是说你那个国家的平宽 就是你每次转手的时候就窄一点嘛 这个也不是任何人的错 那我们现在通过数位方法 就是我实际甚至去住一个晚上 我是真的在他们那边去了解 他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和文化 然后我们这种原作会议的时候 是当地的actor都在 所以也不会有一对一 好像这个蓝教海员那样子的一个情况 而是说提出一个结构性问题 那所以其实部会的朋友在这种情况 他就不会说 这个我要先问过内政部 我要先问过卫福部 因为他就坐在旁边嘛 那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brainstorm 然后一起去产生出一个 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来 那两个礼拜之内 一定要回给这些地方的朋友们 我们要怎么解决大家共同的问题 那如果两个礼拜之后 大家决定说 这个真的政府就没有 目前没有资源来解决 那这件事情它就变成一个public record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结构性问题 目前以中央政府的资源 没有办法解决 大家就没有面子问题 因为这个是我主持的嘛 有问题都是我的问题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就可以做一个什么呢 可以做一个citation 就是说 那我们现在 如果政府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民间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民间要做这件事情 以前只有政府可以做 他有一些法令啊 有一些特许啊 有一些什么 去打到大家的路 让民间没办法做 那这个时候 他们就可以到sandbox.org.org.au 台湾这个网页 叫做沙河 沙河是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小孩玩沙一样 我们先试试看 在一定的范围里面 去改变现有的法规 现有的命令 甚至现有的法律 但是我的目的是要解决 社会问题或环境问题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位朋友就可以来sandbox说 OK 在上次的某个 好播会议上面 大家都承认说 OK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 如果法规做这样的调整 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时候 如果他是平台经济 可能到国发会 如果是金融相关的 microfinancing 这些可能到金管会 如果他是需要 无人的三轮车的话 那可能是到经济部啊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可以说 那我要有一年的时间 来违法 那这个违法呢 他是真的可以违法 他可以challenge 任何部位的任何法规 for the common good 那在一年的时间 在特定的范围里面 我们就一起去看说 如果法规按照这个创新者的想法 是不是他真的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那如果是的话 那这个法规就变成我们国家的法规 那如果不行的话 那至少大家知道为什么失败吗 那我们感谢投资者这个付了学费 那因为这是open innovation 所以下一个投资者 下一个社会创新者 就可以施一个不同的方法 他就会传道俯成 那如果这个需要法律的修改的话 立法院可能花三年四年 那他等于是 就是有一个monopoly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只有他在这边可以隐喻 那但是等到法律真的修改了 那当然他的竞争者 就可以进入市场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 用社会创新来带领法律创新 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立法者 跟我们政务委员们 不需要去管一些 我们真的没有第一手经验的东西 我们会让他在比较小的规模 风险比较小的地方 先发生 大家先一起看 先决定这是比较好事 是好事 我们就立刻采用 如果不是好事 那至少 他的规模比较风险可以控制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是让社会创新来引领 我们的法规创新 在Sandbox Orgy台湾 你可以找到上百个 这样的例子 它都是公开的 所以这样子也有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说 我们就不会看成是 创新者的绊脚石 创新者就会觉得说 我们就是不断地在帮他们松绑 在帮他们解释 解决等等 这些法规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 跟社会创新者 不要站在对立面 而是站在同一边 那这个科技弱实的 这个状态 就可以借由社会创新的引入 不断地去 把它解决掉 有三位朋友们问说 按照台湾目前婚姻平权 进度的氛围 对平权的实现 有多少的期许 那当然在我们大法官 视线之后 其实理论上 婚姻平权 这个平权的这个部分 大概就已经不是问题了 大家都要有一样的权益 那但是当然 婚姻这两个字 才是问题 这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有五个公投案 都在处理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原因是因为 在台湾不同的年纪的朋友 对婚姻两个字是有很不同的感情的 如果年纪比我大的朋友 会觉得婚姻 它是一个社会行为 是一个社会仪式 就是要宴客啊等等 那这个仪式完成之后 才是去护证事务所登记 事实上你不管登不登记 婚姻都已经发生效力了 这是所谓的仪式文 那但是如果比我年轻的朋友 会觉得婚姻是一个行政行为 就是你跑去护证事务所登记 就算数了 你请不请客人随便来 对那所以 这是两个对婚姻不同的看法 那原因当然是因为我们 就是民法婚姻章 有做过修改 可是这个也就造成了 大家看到婚姻的时候 脑里的想象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因为这样的关系 因为公投案的关系 大家重新去做一个 我们叫reality check 就是大家把大家看到的 不同的事实跟现实 去跟不同的辈分的朋友们 做一个对齐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管到最后是民法里面的什么 专章专节专条还是专法 这个我觉得那个就是就是人民的意志的一个展现 因为我们如果不尊重公投的话会造成宪政问题 所以公投还是得先做完 但是我觉得平权的部分 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 主要的问题还是大家对婚姻两个子的想象 按照悲愤的不同 因为民法文章的修改 真的有不同的想象 it's true 所以这个就是透过公投的对话 大家慢慢的去把这个想象重新去堆积 有两位朋友们问说 开放政府有顾到的公平 但是效率的部分要怎么看 就这位朋友的个人经验 并不是每个百姓都很理智 很聪明 会浏览过单位的公开资讯 而在进而询问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不过呢 就像刚才我们的来监督的那个地方 我们到最后怎么说服 各个部会把1300个关稿计划放上去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第一个大家就算没有看过公开资讯 至少会google嘛 那至少会搜寻嘛 那你把它放在一个 大家搜寻得到的地方 总比他搜寻不到 然后打电话来问你要来的好吧 所以第一个他可以节省力气 那第二个是说呢 当有人好吧 他就真的不会google 他真的就来写部长形象 问你一个问题了 那对于承办人来讲 对于政府第一线的公务员来讲 如果你是已经公开的资讯 放在来监督或者其他的公开资讯网站上 你只是贴一个连结给他 说我们之前已经在这边有过这样的说明 这个叫做一层诀 就是说他自己高兴回你 就已经可以回你 最多他的这个上面的那一位 稍微看过和搞过就可以出去了 但是如果是全新的资讯 他没有一个已经有公开的资讯 他只是一个内部资讯 他要提供给你的话 那就不是一层诀了 每一个部会有不同的逻辑 不过通常要迁到三层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会让他的工作量大幅的增加 而且每一个来 他只要字眼稍微不一样 他就又要迁三层 那每一个人的这个时间都是有限的 耐心也是有限的 所以到某一个程度 他就会觉得说 我不管了 这个我就随便回吧 对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我们要如何变成是 就是满足民间知的这个需求 而不要变成公务人员的这个负担 那这件事情才是开放政府真正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不是为了辩民 帮大家省一小时 让公务人员要加班两小时 这个是不符合所谓效益主义的原则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说 你省人民的一小时 然后你也省公务人员的一小时 是这种东西才值得去推行 那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设计所谓开放政府的服务 数位服务的时候的最基本的原则 那这个我们在前两 前两个月才刚刚通过 就是相当的新颖的一个东西 它叫做政府数位服务准则 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 Principle GDSP 这个草案已经拿掉了 这个草案现在换成一个字叫做Beta Beta的意思就是测试版 意思就是说在接下一年里面 任何公务员对这个原则有所不满 他都还是可以改的 不过接下来就要真的变成准则了 好 那所以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做任何服务的时候 我们都要先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先做使用者的研究 不是像以前就是长官一拍脑袋 觉得很厉害 然后就去做 而是说我们要先了解到 他有没有想到大家的力气 减低大家的风险 重点是需要而非只是想要 重点不是只是长官想要 而是这真的能够解决大家的问题 或者真的能让大家生活变好 那另外我们对于使用者的定义 也变成了所谓的Multi Stakeholder 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人民才是公民 公务员同样也是公民 所以我们一开始做使用者访查的时候 第一线公务员的意见也要放在里面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先了解了使用者需求之后 再找一个有跨领域 有适当技能的管理者 去吸收掉全部创新的风险 在这个之后 我们规划多元的服务管道 包含电脑 行动装置 电话 零柜等等 所有的这些东西 让每一个人都accessible 都inclusive 这样子的东西才值得做 所以这个跟我们以前 规划数位服务的方法 其实说坦白的并不一样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 先确定大家有需求 再解决这个需求 而不是我们觉得什么好 然后就应推给大家 然后发现大家觉得不怎么样 然后再又来说难用到爆炸 然后我们再来拆炸弹 对不对 所以就说你一开始 如果就把大家邀请进厨房 先去想菜色的话 你就不会有那种拆炸弹的 那种那种问题 所以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效率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先确定那个方向是对的 然后再开始往那边走 而不是说我们就硬冲 然后冲了之后才发现 好像不太对 然后倒车回远点 然后再走 虽然这样子看起来冲很快 但是就倒车可能也倒很快 但是我们如何 这个是会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政府好像是没有真的在去注意到人民的实际的需求 所以尤其是数位服务 数位服务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不像是盖金门大桥那样子 你盖下去大概就拆不了了 而是说它可以去透过多次的测试 每次找一些焦点团体去进行测试 测试到大家都觉得很好了 我们在大规模的去使用 它是可以像sandbox这样子 就是小规模的小范围的不断测试 然后再来最后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好那所以因为我们是到九点是不是 好那不好意思 那所以我们就快速的看一下 接下来的十个问题 好对那所以最后就是说这个 how do you like my dinner 这个要问大家 大家觉得这个今天的晚餐还OK吗 还可以还OK 好那就很高兴跟大家共享晚餐 那我明年五月再来的时候 也很高兴希望能够再见到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